从农村到工业区 后进文物馆也记录在地的历史变迁 台湾虽然不大 但每个地方都有其鲜明的特色 在演进的过程中 如果有当地的文物馆记录地方的历史 也能够留给后代寻根的依据 在高雄后进这里就有一处后进文物馆 里面保留后进的历史缘由 文物和当地习俗 走一遍就能够对后进这个地方有更深刻的认识 来成立这个叫后进文物馆 它主要的目的是这样能够就近的一些地方产 传统的产物 还有地方的生态人文 透过这个文物馆里面能够展现出来 日据时代的时候 你看这些早期的照片 日据时代他们日本在这里是一个燃料厂 然后后来也被我们在后面政府变成一个燃油厂 就是整个在这个 然后整个历史我们就把它 按这个年代慢慢地把它汇集起来 高雄后进虽然不像其他观光地区 有着长往昔来的人潮 但这里曾经是台湾棕刷产地 也有着丰富的宗教信仰和工艺传承 那最早期的时候 因为没有塑胶制品的时候 现在我们披肠 还是用塑的塑膠布 可是早期的话 锅子的洗 或是扫把的运作等等这些 都是用这个棕刷去制作的 这种东西就是比较环保 高雄市政府里面有一个叫做干尾节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就从厚镜这里 厚镜原来所谓干尾节是这样的 原来早期的话是感谢神明 能够使荣州能够丰收 大概就过完年这个阶段 因为这一方面他是仇神嘛 所以他干尾节的时候 他早期的话就是对神明的一个 在庙府里面的一个表演 后来演变成整个形成一个活动 早期的话都是庙宇方面 大家因为是送这一类的镇头 大家是因为各有 平常都各有各忙各的 只是在庆典的需要活动的时候 再来集合在一起 在后进文物管理 均能够看到其历史轨迹和地方文化 法界新闻我永远去高雄采访